各位网友啊,我是站在这个爱德华岛上的这个昆斯大街上,这里有一个古老的这个砖的建筑,三层楼,很漂亮。 那么呢,在这个建筑里有和建筑的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,我介绍给大家。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,是这个一个一个街头的一个小景,很多游人都站在这儿注视着,注视着它,要看它。 那现在人没有了,我来给大家介绍啊。 那这是一个炮筒,从一个古堡上掉下来的,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它放在这个十字路口,作为这个拴马的庄啊,和这个旗杆啊。 那当时就用这个炮筒呢,做这个托啊,现在得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景点了,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景点了,大家看到了哈。 那这个房子呢,那这个房子呢,是加拿大最最古老的当时的药房,建呢,始建于1810年,1810年啊,1810年啊,1810年是这个古老的药,药房,一直到1986年这个药房呢,才改做啊,改做一个这个冰淇淋店啊。 那全世界最好的冰淇淋呢,现在就是这个冰淇淋店,它叫母牛,母牛冰淇淋。 不是我们啊,不是我们,那个,不能用这个词啊,那个,大家看着了吧,这个冰淇淋标志,标志那个,雌性的牛,怎么翻译呢,我不知道啊。 对,靠,应该是靠,啊,在这儿,啊,小孩子最爱吃的。 美国最好的冰淇淋呢,那叫本杰明冰淇淋,在全世界巡游一圈呢,才排到第十啊,才排到第十啊,那这个店呢,是排到第一。 有六十多个城市,啊,寻回净,净吃,寻回净吃,大家比,那母牛啊,这个店就成为最好的这个冰淇淋。 这是当年它评比的时候的一个结论,评比的时候一个结论。 在这儿呢,可以看到,这是最好的冰淇淋,我一会儿要跟它买一个, 我一会儿要跟它买一个芒果和柠檬的,芒果和柠檬。 从这个建筑上我们依稀地可以看到当年的历史痕迹啊, 你看那个,上面那个一个小罐,还有一个导, 罐里那个导,导药的一个,铁的是木的,我现在看不清楚,应该是铁的吧。 1810 这有点像中药啊,有点像中药弄罐子,弄小木串是铁串的在倒。 现在呢,这个人家很会开发旅游啊,这个店呢不仅是冰淇淋, 还卖很多根这个母牛,呃,Coff冰淇淋, Ice Cream相关的一些旅游纪念品。 好,我要跟他买一个,Lemon,Lemon Ice Cream。 Excuse me.